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肖老师的内衣小课堂 今天让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选择内衣让大胸化小 小胸化瓶 由于今天的视频主角不在脖子的上半部分 所以我先戴个口罩 在上几期视频弹幕讲到说 我看上去不像C罩杯 这件事我也不需要去假装 因为我做梦都想希望自己是个飞机场 有人觉得C罩杯也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我一个1米53的人来说 还是造成了不小的负担 上大学之前 我的内衣都是妈妈买的 自己完全不懂得这方面的挑学 上了大学以后有了零花钱 然后自己慢慢的意识到 原来我的胸围 穿衣服是很难穿好看的 穿T恤臃肿 毛衣臃肿 卫衣臃肿 反正就是一切很时尚 很fashion的东西 跟我这个胸围完全不搭杆 再加上我的肩比较宽 人又比较矮 所以买那些宽松款的衣服 就是长风条 很难看 如果说你生活中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也穿不上这些吊带 生V 那这个胸对于我们来说 可以说是我个人觉得 必大于利 对吧 我对于这些 能把大胸穿成小胸的内衣 特点 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点 罩杯越薄越好 千万不要带任何的胸垫 第二点 内衣不能有聚拢功能 你如果说把你的胸 向中间聚拢 那等于在你的胸口造了一座大山 第三点 内衣不能有托举功能 有人说内衣没有托举功能 不就吓吹了吗 不这是两个概念 托举功能就等于在你原本聚拢的功能上面 再把你的身往上一抬 那不就更加高耸了吗 首先我要来举个反面例子 也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侧面 穿下去我所讲解的每一件内衣 我都会进行试穿 然后给大家一个参考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内衣 这些内衣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小背心小可爱之类的 第二部分就是正常款式 正常的纹胸款式的 我相信这一件大家很多人都有 运动类的小背心 而且是交叉款式的 大概十几二十块钱 三十块钱一件 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你的胸变小 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袋子弹性非常的松 一开始肯定是紧的 但是你穿没几个月 然后洗一下之后 它就跟面条一样变成皱巴巴的 然后它下围的松紧的盘力 就是也湿起的非常的快 你的胸有DEMG的话 这种内衣是很难把你包住的 你的胸可能就是会从下面露出来 除此之外这种衣服的缺点 可能就是你穿几个月 你穿一两个月它就松了 然后你不得不重新买下一件 因为它的寿命实在是太短了 接下去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件 应该说是我一开始很满意 但是穿着穿着又发现了缺点的 一开始我觉得它是毫无缺点的 登登登就是这个款式 我相信这个款式有很多人买 它这里有这么一排扣 扣子非常的多非常的长 然后由于它下面这一条 这一条 这一条非常的宽 所以它完完全完完全全的 可以勒在你的胸下方 然后把你的胸给包住 罩杯面积也挺大的 我觉得CD罩杯的姑娘都是可以穿的 这件我是在星邦邦家买的 那个时候有10块钱的优惠券 这件22块 然后花了10块钱优惠券12块钱买的 买回来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它的袋子非常的松 你如果按照它原来的那个袋子 穿这件衣服的话 你的胸是根本根本拖不住的 我心里守小妈妈呢 就给它剪短了一段 然后给它缝重新缝合了一下 袋子变短了之后就非常好穿了 基本上穿这件衣服你的胸是非常非常不显的 非常非常 我呢有段时间天天都穿 因为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显小胸 但是穿了大概快一个月 我发现它有个缺点 这个缺点我相信你们也可以看见 看到看到这里的吗 弹性没有了 松了 可能是勒得太紧了吧 这根袋子的质量实在是不太好 它就松了 除了这根袋子不太好以外 这件这种款式的胸衣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最近法式内衣的蜂巢挂得很猛 大家都很追求那些轻薄蕾丝款的那些三角纹胸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纹胸对于我们大胸的人来说 还是不要多想了 因为我也去买过一件 登登登就是 就是我手上这一件 我先来说说这件衣服的优点 优点就是它真的非常的薄 下白是全蕾丝的很薄的那种 然后罩杯也是非常柔软非常薄的那种 它的袋子也是很有弹力很有劲的那种 不是穿几次就会松垮的 首先这个袋子和这个纹胸的连接处 这一段非常的细 如果你胸大一点的话 我猜根本就是很难把它勒住 大概要拉很长很长 然后这一段我就很怕它会崩掉 C和D都能穿的 但是由于它就是三角形的 它没有任何把你胸完完全全裹住的那种功效 所以你的胸很有可能就是散开的 这个蕾丝下边 它其实是靠这一条 这么一条细的来托住你的胸 下面的蕾丝完全是装饰 如果你的胸超过C 我觉得它能托住你胸的几率 其实是蛮低的 所以这种法式蕾丝三角的这种 胸衣 对于超过C罩杯的姑娘来说 我觉得还是谨慎尝试 C罩杯第四种是我极力推荐的一款 起码我现在是非常非常爱穿的 其实这件跟刚刚那一件法式蕾丝是同一家店买的 但是我发现明显发现这一款的设计 好过那一款 它这一款好在哪里呢 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全貌 发现没有 它的优点就是罩杯比较宽 连同旁边这一段非常的宽 它可以确保你的胸是完全被这个蚊胸给包住的 它的蕾丝边跟那个比起来稍微厚一点 但是它也是靠这一条 这中间一条线来帮你拖住你的胸的 这一条的质量远远好过于刚刚那个蚊胸 所以这一盒地罩杯的姑娘 我觉得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 它外面是一层镂空蕾丝 里面是一层肤色的 应该也是秦伦还是什么 很滑的那种 非常薄非常滑的那种 透气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你别看这根线非常的细 大概比我小拇指还卸上好多 但是它的弹力和它的沉重性非常好 起码我穿这件的时候 从来没有会觉得这根线快要 快要勒不住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下这里还有那扣子给你做调节 这款我觉得是我无意间发现的宝贝 它还有一个黑色 我打算录完这个视频之后再去把那个黑色也买了 好了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些文胸类型的隐胸内衣 因为不少姑娘肯定会觉得如果我真的穿这些小背心 那我岂不是完全不能跑 完全不能跳了吗 那我接下来就说一些可以隐胸的正常款式的内衣 这些区别于是面上经常是销售的那种刷卡型内衣 什么叫刷卡型内衣 就是你的信用卡可以卡在你的胸部之间 这个叫刷卡型 我相信是什么款式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我要介绍的第一款是我在大厦实体店里买的古今 不知道这家内衣品牌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觉得它应该是全国连锁的 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那家店里找一下 而且我买的是他们只有一个颜色 就是肤色就是这款内衣 乍一看它跟普通的内衣没有区别 但是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它是没有钢圈的 没有钢圈说明它不会把你的胸拓举起来 然后它的两个罩杯之间是相连的 相连就说明它不会有锯拢功能 然后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是把你的胸压的平平的 不会晃动的那一种 所以这款内衣我是非常推荐 它我大概也穿了快一年了吧 它的肩带和其他的一些部分是完全没有松动的 我觉得挺值得 当时买来大概是200多一点 接下去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内衣 应该说是市面上最常见的影胸内衣 就是全蕾丝 一般的蕾丝内衣它都基本上有两到三个扣 但我称之间就比较夸张 它有四个扣子 所以它可以更大程度上的固定你的胸 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罩杯完全是很薄很薄那种蕾丝 也就是说你的胸是什么样子的 穿上之后你的胸还是实不大小 完全完全不会被垫高垫厚 当时这件我是在日本元素逛街的时候 在那边的Forever21里买的 无意间拿着这件衣服穿一下尝试 然后觉得惊为天人 发现它完完全全把我的胸给隐形了 我当时高兴的不行 然后这件大概是买 换算成人民币是90几块钱 当时非常高兴立马就买了单 然后当时如获至宝 就是也有一段时间就基本上是每天都在穿 穿久了你就会发现这些内衣有什么缺点 它的缺点就在于它的钢圈上面 没错 这种蕾丝内衣如果能正能把你的脱得很稳定的话 那它必定是有钢圈的 没有钢圈的话 它就等于刚才说的这一款小背心 你要知道穿久了 所有的钢圈都会变形的 这件文胸也毫不例外 你们会发现它有一个扭曲的弧度 洗久了它就完全扭曲了 然后你的胸在穿上的话 可能就会非常的冷冲的痛 非常的痛 这可能就是那些快销店里面这种比较便宜做工的钢圈 一下子穿了一年左右 就基本上就变形了 你再穿的话会非常的痛 然后你会有一种你的胸被移位了的感觉 你的胸本来是在中央这两个地方的 但是你左右旋转晃动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钢圈是往旁边挪的 然后你的胸也在往旁边挪 然后你两个胸的位置就是不对的 好了最后一件内衣我要向大家推荐一下 我最近的心头好 在一家叫做奶糖派的淘宝文胸店买的 然后这个我发现他们家都是做大胸文胸的 主打的就是怎么样让大胸女孩穿上他们家的内衣 胸看上去小一点 然后我挑的是他们家的棉花糖款式 这款内衣也是跟我之前在Forever21买的那个一样 是蕾丝内衣非常的薄 刚刚那就有四台扣 这个有两台扣 就是比较正常的款式了 我拿到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质量真的非常好 没有话说 蕾丝和他的做工都是大厦里面那些内衣的 衣的级别的做工 穿了几天之后我来说一下对他的感受 先是说优点吧 第一点就是他的罩杯虽然是蕾丝的 但是材质用的比Forever21这一件要厚一点 所以在这件上显现的什么突点问题 在这件上就完全不会显现 第二个就是他的肩带真的非常的牢固 他一排有只有两根带子 你不要觉得他两根带子看上去很粗 但其实每一根都非常的细 如果你要穿一些吊带 穿一些背心之类的 这两根带子也不会很突兀 而且你会发现这根带子上面会有血花纹 还是蛮性感的 然后你会发现他旁边都是杀质的 所以夏天穿是非常透气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他们加分浅杯跟深杯 潜杯就是我这种 大概可以包住胸的一半 深杯的话大概可以包住胸的一大半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C杯或者D杯的话 我觉得选潜杯挺好的 因为潜杯的话更加的不具胸一点 你的胸就可能更平一点 深杯的话可以把你的胸包的更结实 保护的更好一点 如果你半路蹦蹦跳跳或者弯腰捡东西的话 那胸太大的话 很可能你的胸就从你的罩杯里跑出来了 深杯的话就保护的更好一点 勒的更紧一点 它的钢圈位置还是挺上面的 所以你穿上之后 它还是有一定的托举功能 但是它没有聚拢功能 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分散了你的胸 点胸小的这个功效还是有的